不要出去喘 你知道就好了 这个内容是最难的一块 所以这块我需要大家集中精力 这个一块有点声道 大家一定要反复去听 要认真去听 我这个内容你能听进去 能听下来而且不跑 你的人生将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是我 我是本来就有难 还是它是因条件而存在的呢 对这句话的理解 涉及到我们对宇宙真相的认知的维度 对这个我熟不熟悉 太熟悉了 这个我才能挂嘴别伤 我认为我觉得 这是我的 你伤害了我 你背叛了我 所以这个我是我们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种存在 但是我今天突然问你 什么是我 你说得出来吗 这个维度的认知 它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是本来就有的我 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才有的我 我先说后来才有的我 你才能理解更深的层次 我先说一个现象 孩子刚刚说话的时候 三四岁 孩子怎么说话 孩子说宝宝饿 宝宝吃 宝宝困了 妈妈抱 妈妈喂 小孩是不是这样说话 你见过哪个三岁小孩 我饿了 你来喂我 见过哪个三岁小孩 这么说话的 你没发现 小孩自从会说我了 这小孩就变得有点讨厌了 那也就是说 小孩在很小的时候 他有没有我的概念 他没有我的概念 后天这个我 他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是后来经过学习才有的 如果一个东西 他本来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是后天学习才有的 这个就是一料一条件 才会出现 好 现在我们都认为有一个我了 你这个我一直在吗 你有忘掉它的时候吗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忘我的时候 当你忘了我的时候 我还存在不存在 你都忘了 你这个我在哪里存在呢 这个我在肉体 这个肉体是我吗 如果这个肉身是我 把你的胳膊剁掉一个 我能不能减少10% 不减少 腰以下结瘫 我能不能少一半 如果不能 你凭什么时候说这个肉身是我呢 可见 这个我根本就不住在你的肉体里 那住在哪里呢 住在我的精神里 那我这个精神是不是我呢 如果你认为精神是我 那我问大家 你这回正在记录这个你是不是我 是 然后过来一会就开心了 特别高兴 高兴这个我是不是我 是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记录这个我 和高兴这个我 是同一个我呢 还是不同的我 如果同一个东西 它是不是对它一样才行啊 如果它不一样 那你凭什么说 它是同一个东西呢 如果是同一个东西 它就得一样 那记录的我 跟开心的我是同一个东西吗 它一样吗 它不一样 它不一样 它就不是同一个东西 对吗 也许当下你的精神 如果是记录状态 和你开心状态 它肯定不是同一个我 对吗 这个时候我就问你一个 有意思的问题了 你说你有多少个我 开心的我 嫉妒的我 抱怨的我 怨恨的我 傲慢的我 执着的我 神经病的我 又发现是不是有好多个我 如果一个人有好多个我 你拼命维护那个我 你维护是哪一个我 你会发现 你正在维护的是 你当下生起那个我 对吗 由于我们每个当下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当下那个我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一个唯一的我 没有一个固定的我 是一个念念都在变化中的我 现在大家对我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好 大家想想啊 你现在正在维护的是一个念念都在变化的一个东西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念念在变化这个我 它有没有可能重复第二次 就这个念和那个念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有吗 没有 所以说每个当下的我 只有一次出现的机会 没有第二次 那你正在维护那个当下的我 它只出现一次机会 你维护它干啥 它一刹那就过了 那你维护的是什么 所以大家记住 你现在拼命维护那个 是幻觉中的一个假的恒定的我 就这个恒定的我 根本就没有 根本不存在 但是你以为它存在 所以你维护的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它没有一个我是会出现第二次的 而且你再拼命地维护它 你知道 你为了维护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你付出什么代价吗 那如果我们明白了 我维护的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我 而且还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认识一个问题 这个是不是一个错误 这什么成的是个错觉 如果一个人他出现了错觉 这算不算有病 一个人有他老时候出现错觉的不算有病吗 那你承不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病人 以后再有人骂你你有病啊 然后你还生不生气 生什么气我本来就有病啊 那恰恰是我们出现了幻觉 而且这个我只在人的念当中 我只是人的一种错觉 而且是临时出现的错觉 你能明白这个就明白这个我既然是幻觉 我就问你幻觉能不能去得掉 眼睛看花眼了 老是有幻觉 眼睛治好了 幻觉不就美了吗 所以圣人之道是去幻觉之道 恢复他的本来面目 这叫真相 这个就叫实相 他本来的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所看 所感知到的东西 都是念产生的幻觉 是幻觉 他能进到哪里去啊 所以我根本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但是有我之后 我们得到了什么 烦恼痛苦 接踵而来 所以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青春痘长在哪里不难过 长在别人脸上不难过 为什么给我无关 给我无关 我就不难过 如果你连我都没有呢 你还难过吗 这不难过 所以如果你能达到无我境界 而且这个境界能够实时恒常保留 你不会有任何痛苦 这就是心音中所说的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所以圣人之道 第一步先完成无我知道 如果你能理解这个 你相信了这个原理 你才刚刚开始正式进入圣心之道 你才知道向宁求求什么 修行修什么 你才找到这个突破口 否则你修心 修行永远是口号 我来的时候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